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事件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起震撼人心的事件 中国驻缅甸曼德勒领事馆遭爆炸袭击 这起事件发生在10月18日 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却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在当前复杂的缅甸政治局势下 此次袭击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真相 我们将解析缅甸军政府的反应 以及影响中国与缅甸关系的种种因素 除了这起爆炸事件 中国最近还公布了一项新的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 这将于12月1日正式实施 并可能对全球供应链产生深渊影响 我们将详细分析这一举措的背景和意义 以及它对国际安全的潜在影响 在秘鲁、巨型港口即将试运营 这将极大提升当地的贸易能力并促进经济发展 而大江科技则在美国对其产品的限制下提起诉讼 这背后又是中美科技战的激烈对抗 这一切都在显示着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与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我们的特别节目《突发事件》 我是本次节目的制作人 对于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两个重要新闻事件 将详细分析其背景、内容和影响 首先我们来看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的 关于中国驻缅甸曼德勒领事馆遭爆炸袭击事件 在缅甸的第二大城市曼德勒 10月18日 中国驻当地的总领事馆遭遇了一起爆炸袭击事件 袭击发生在一个周五的下午 一枚被认为是手榴弹的装置被投掷到领事馆的屋顶 导致瓦片受到轻微损毁 尽管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它在当前缅甸本已复杂的政治局势中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事发后 领事馆所在的区域被封锁 安保措施显著加强 缅甸的军政府在事后迅速发表声明 启动了对事件的调查 试图追捕所谓的恐怖分子 然而截至目前 还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 值得一提的是 反对派组织缅甸民族团结政府 公开谴责了这次袭击 表态反对任何可能导致种族或宗教冲突的行为 中国驻曼德勒总领事高平刚于今年8月到任 他的安全问题因此备受关注 中国与缅甸军政府有着密切关系 特别是在缅甸军方于2021年 推翻昂山素级领导的民选政府后 两国的合作愈加紧密 缅甸目前正处于内战状态 军方与民主支持者的游击队 和少数民族武装组织斗争激烈 这使得该国的局势格外复杂 在过去一年中 缅甸东北部的少数民族武装组织 对政府军进行了多次有利的打击 夺取了包括与中国接壤的重要地区 并迫使军方处于防守状态 尽管在中国政府的调停下 双方曾短暂停火 但战斗在6月再次爆发 当前局势依然紧张 这些武装组织的胜利 削弱了军方的控制力 也引发了对军政府稳定性的担忧 军政府领导人敏昂来计划 于11月访问中国 这将是他上台以来的首次访华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8月访免时 曾与敏昂来会晤 明确表示 中国反对缅甸动乱和外部干涉 这表明中国在缅甸事务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 此外 中国与一些强大的少数民族武装组织 保持密切联系 并尝试劝阻这些团体停止攻势 有观点认为 中国最初默许武装组织的攻势 是为了打击在缅甸境内猖獗的 网络诈骗和人口贩运等犯罪活动 这些活动多由华裔群体经营 给北京方面带来了尴尬 此次爆炸事件不仅挑战了中国驻外机构的安全 也反映出缅甸局势的动荡与复杂 随着事态的发展 国际社会对缅甸的关注也会愈加深化 未来局势的走向将成为各方焦点 接下来 我们从新洲网了解到的另一个重要事件 中国宣布将于12月1日起 实施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 这项条例的出台 标志着中国加强对居民两用商品和技术出口的监管力度 旨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军民两用物项是指那些既可用于民用 又可转用于军事的商品和技术 在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 这些物项的管理变得尤为重要 以无人机技术为例 这种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民用领域 但同时也具备军事应用的潜力 因此 如何在促进科技发展的同时防止其被滥用 是各国政府面临的重大挑战 根据新规 涉及居民两用物项的企业 需获得特定的出口许可证 并对出口物项进行严格审查和评估 条例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出口这些物项 违反者将受到严厉法律制裁 在国际上 美国等国家早已实施了严格的出口管制制度 以保护国家安全 中国此次出台的新规 不仅是为了与国际接轨 也是在响应国际安全形势日益复杂的背景下 积极提升自身的出口管理水平 通过加强出口管制 中国希望在保护国家安全的同时 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实施这些新规的过程中 企业需要积极配合 完善内部管理制度 确保所有居民两用物项的出口符合法规 政府则会为企业提供指导和培训 帮助理解和执行新规 综上所述 中国加强对居民两用物项出口管制 是确保国家安全的重要一环 也是适应国际安全形势变化的必要举措 通过严格管理和监督 不仅能有效防范潜在安全风险 也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感谢您收看突发事件 今天关于中国驻曼德勒总领事馆爆炸袭击 和中国加强居民两用物项出口管制的特别节目 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在缅甸曼德勒发生的爆炸事件中 中国驻当地的总领事馆屋顶瓦片 被手榴弹袭击所损毁 幸运的是没有人受伤 这一事件不仅让本地居民震惊 也让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尤其是在缅甸当前复杂的政治局势下 这次袭击事件的背后 是缅甸军政府与反对势力的激烈斗争 以及种族和宗教冲突的潜在威胁 尽管反对派影子政府谴责此类行为 强调不支持种族或宗教冲突 但此事件依然增加了缅甸局势的紧张程度 而在大背景下 中国与缅甸军政府关系密切 尤其是在2021年缅甸政变后 双方合作愈加紧密 缅甸的政治动荡与民族冲突 使得中国在该地区的外交活动备受关注 缅甸少数民族武装组织 对军方的成功打击 也使外界对军政府的稳定性产生了担忧 尽管中国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调解冲突 但该地区的局势依然非常复杂和不稳定 与此同时 中国在国内加强了对军民两用物项的出口管制 新规将于12月1日生效 此举旨在规范和加强对可以同时用于民用和军事用途的商品和技术的管控 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新条例要求出口企业获得相关许可证 并对物项进行严格审查 这是一项保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措施 中国希望通过这一新规与国际标准接轨 提升出口管理的水平 在全球化背景下 科技与军事的界限愈发模糊 各国都在加强对军民两用物项的出口管制 中国的新规与国际接轨 旨在防止技术外流 确保国土安全 同时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企业也需要积极配合新规 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 确保出口符合法规 此外 政府将加强对企业的指导和培训 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并执行这些新规 毕鲁方面 巨型港口前凯港即将是运营 这将成为南美洲的重要物流枢纽 推动毕鲁的贸易能力 这一港口的启用将缩短运输时间 降低成本 提升毕鲁的出口能力 吸引外资 促进经济增长 为当地带来更多就业机会 和更好生活条件 最后 大江科技向美国国防部提起诉讼 挑战美国对其产品的限制措施 这反映了中美间科技领域的激烈竞争 大江希望通过法律手段 维护自身权益 并争取在美国市场的生存空间 这不仅是大江的斗争 也是中国科技企业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挑战 总的来说 中国在全球贸易和科技领域的这些动态发展 无论是出口管制的新规 秘鲁港口的启用 还是大江的诉讼 都对未来的国际关系和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在如此复杂的全球背景下 各方的举措将继续影响国际局势的发展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热点深度所有内容 更多资讯 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站 网址是六都brief.com 在上面各位可以订阅各类符合您喜好的简报新闻 有免费套餐 也有更加专业的付费套餐供大家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